你好各位观众我是黄蜜蜜 欢迎收看今天6月28号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来看金建会今天公布5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 在先前连续4个月亮红灯之后又退回了黄红灯 这显示景气由活络转为降温 但是金建会解读这是景气循环的正常修正 基本上国内景气还是呈现温和成长 今年1到4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亮出代表景气活络的4个红灯 创下历史记录 但最新公布的5月信号却退回显示景气降温的黄红灯 主要是5月股价指数平均7525点低于先前几个月 以及代表金融面的货币总技术M1B变动率下降所导致 景气的综合分数是从39分 减了两分减到37分 那正好跨过门槛 所以灯号是从红灯转成黄红灯 那表示说我们的景气其实还是稳定在成长 主要的生产或贸易或消费的指标 大概都已经回复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所以我说应该是比较偏向健康化的一个调整 金建会表示经济成长力道 已经从复苏初期的强劲转为温和 也因此今年的经济成长不同于去年的逐季增加 将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走势 不过虽然台股指数表现不理想 但也因为处于相对低点 站在投资者的立场还是乐观 那使得大家对于未来股票感到乐观 景气对策信号亮出今年第一个黄红灯 但有学者认为这是景气循环的正常修正 应该以平常心看待 再加上工业生产指数 海关出口以及制作业销售值通通表现亮眼 全年经济成长率看好 不许太过悲观